欢迎收看第二期周末慢聊 因为最近呢 问上北的客人比较多 那么如果买上北的客人呢 我相信呢80%以上都是自住房 而买自住房的客人呢 80%以上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孩子 孩子的什么呢 那就是教育问题 那么大家知道在新的上北区呢 这个私校或者是功效的资源 非常的丰富 那么很多的家长在选择 上北的宅子之前呢 肯定会很想知道 在上北读书 不管是功效还是私校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什么样的感受啊 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吗 或者说上了私校之后 有什么benefit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今天呢 我请到的嘉宾呢 是我的大哥和大嫂 那虽然他们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但其实他们对我 就跟亲大哥和大嫂是一样的 所以我跟他们呢 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但因为这个大哥的口才一般 所以我就不让他出镜了 所以我让嫂子出来跟他聊 再一点的话 因为他是母亲嘛 所以我相信 说的东西可能会更有一些代入感 那大嫂先跟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好的 各位那个关注大卧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祝我愉快 我叫melody 我很荣幸今天受邀来跟大家聊一点私校的事情 因为我们两个孩子呢 都在澳洲这边经历过从公校到私校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因为我们应该会有一点可以聊的东西 然后我们家儿子呢 是今年夜12 在国内来讲就是高三 高三 在nox我想应该是上北最好的男校 没有之一 然后呢 女儿是在Binbo 我觉得也是上北最好的女校 私校里边的 没有之一 非常好 那当时孩子在上学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上私校呢 有没有考虑过功效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刚当时刚来的时候 移民前嘛 对澳洲的本地的教育体系并不得很了解 那总体而言还是有不有的思维 认为功效会在国内大家比较 觉得严谨 教学严谨 教育体系各方面可能跟私教好像就是上有监管 然后下有一些老师对于整个政策的贯测执行 所以比较放心 然后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为了稳定 那么我们就先选择了在功效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一个学校 附近买了房子安了家 但是后来为什么选择私校也很好玩 因为我们女儿当时没考上精英中学 然后也正好赶上了私校展 我们就想说 哎呀那没考上精英 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找点出路 不要在功效那边掉队 所以我们就全家一块去看了私校展 然后发现了这个 我儿子南校里边有以前做过很多功课 发现Kings传言就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学校 当时他们就觉得说Kings的校园 大到Camp都不用在校外去举办 就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就拎着儿子说走咱们去跟那个校园老师聊两句 看你有没有机会 但是我儿子当时就哭了 你知道现场就哭了特别好玩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他的意思就跟我们讲的很明白 就不想离开现有的环境 也不想离开现有的好朋友 但是我们回来还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幸好我们当时做了最重大的决定 我准备了儿子一落的奖状 去敲开了NOX的大门 也很开心当时确实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他才有了这些年 后来甜滋滋的一些感受 第三个问题是读私校一年的费用大概是怎样的 对私校来讲就是一开始两万初点头 然后等到逐年增长 等到最后的时候两年的时候三万五吧 然后后面的要加一些其他的费用 那就看你们个人了 那这个三万五是指着他一年存学费 不包括服装 不包括其他出去就是camping的费用 旅游啊什么的camping 不包括 那如果这些都加上去大概多少钱 就是五万吗 五万澳币 对 四万多块钱吧 五万澳币四万块钱 四万到五万 四万多 这个第四个问题 孩子读了这几年你感觉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什么变化是你觉得在公校不太会有的 因为据我的了解呢就是孩子读私校会经常有一些 科外的活动啊 比如说都不能穿个军服就去camping了 您作为父母来讲 你觉得孩子在私校 拥有的这些 独特的优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我们家变化最大的是我们家姑娘 就刚刚为什么讲说之前讲考不上进行中学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可能上天本身就有他的安排 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刚移民来的时候 语言环境的这种冲突 所以孩子本身的语言基础与当地这些孩子 从小到大 浸泡式的这种语言环境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 他的学习英语学习成绩在学校当时一直是处在Basic C的这个位置 我女儿可能也会骂我 但是一要说 因为这些年他的英语在Pinbo是A 所以这么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学校带给他的一些帮助 从内到外的一种变化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学校老师对他们功课的抓紧 其实我还要讲一点就是很好玩 就是外面外界有传言说Pinbo的英语是英语 英语老师的教育摇篮 就是他培养出了很多的英语老师很优秀 所以这也是想跟你讲的就是私校其中一些突出的地方 除了在学业上 其实总体而言有全面的教育 二一个是学业上的 还有这个身体健康上面的培养 还有心理上的这种教育培养 还有就是价值观的培养 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潜在的这种投资理念的培养 是别的学校没有的 投资理念 对我先讲讲回到第一点 就是学业上的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的这种内外结合是结合非常到位的 对内他除了就是老师抓学生抓的特别严 功课部罪也特别多 我很少看见他们的学生到12年级还能在外面游荡的 没有 基本上必须在学校做功课 然后家校的合作就是融合的非常好 他们对外对家长来讲 我们每天基本能收到四五封老师来信 比方说老师会提醒你 这个最近有什么重要考试到了 你的孩子最近学习的程度 是不是要有帮助了 比如说我们最近又提供了一些tutor服务了 你要不要让你孩子来这个跟我们探讨一下 在这个内外结合方面 学业上面 他的构建的整个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第二点就讲到他对身体健康的培养 就是没有好的体魄就没办法完成很好的学业 这个私校就是拿着强大的这种硬件设施 来浮育这些学生 像那个NOX有奥运标准的游泳场馆 有壁球馆 有网球场 有那个还真相实弹的那种射击 还有非常标准的甘蓝球球场 然后拼博有16块的网球场 他还让学生分成好几个house 像家族一样去比拼 去竞赛 让学生有在升级的过程中寻找到乐趣 还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他们对你的这个学业以外 还丰富你的课余生活 除此之外 他们对于有一点很突出 他心理上的照应 Pinball呢 每天都会有辅导老师跟你聊天 然后问你最近怎么样了 每天 每天 然后一星期有两次的这个心理健康课 然后NOX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专业心理治疗团队 就很厉害 第三点就是讲到素质 基本的价值观的培养 不仅是NOX就是这些诗教 他很注重你学习成绩好 身体体魄好 他还希望你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就他提供了一些人的基本的素质的这么个培养 打个比方说他们不断的会灌输他们要做人要有同情心 然后要有勇气 要有领导力 要有担当 当然他不是那样说教 他会请一些像类似于教授医生 去教你 跟你分享一些他的人生经历 他的工作经历 让你觉得说这些事情原来发生在周围 你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对他们来讲 在他们生命中种下了一些很了不起的生命种子 我每天都会跟孩子聊天 然后他就曾经给我们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 就是他有同学居然跟他说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用花钱去上学 也就是说他们从小认为 我的教育是要花钱才能去受的 他们把父母的心血可以拿数字去衡量 也就在这方面他比较少数 他们认为就是父母给我们的营造这些环境 他们相对而言他会比较珍惜 因为还有一些父母为了他们 咱们打个地方说就在上北这边给他们买了房 为了让他们节约时间可以去上学 可以节约时间可以早上六点钟去学校参加活动 那么这些投资对他们来讲看得见的 他们也听得到的 所以他们会更珍惜他们现有的人生这个学习环境 在同龄人还在升级打怪 玩游戏不可就是自拔的时候 他们会很自觉地完成各种学业 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突出的 这就是教育是最大的一项投资 所以他们从理念里边就很小就已经懂得这一点 第五个问题是都知道华人比较重视教育 那这个学校里的华人比例大不大 这一点会不会困扰 华人呢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固有思维是拼分靠终点 就很多华人从国内来也是这样子 就改变不了这种习惯 但是有一些华人就是认识到了精英的核心 它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把眼光这些年放到了私校 所以慢慢现在私校的华人比例比往年多了很多 甚至有一些人就从出生就开始去排队 但我并不觉得是很困扰 我们觉得不断去适应环境 什么样的环境它都能创造价值和人才 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些家长群 我们经常在里边交流和沟通帮助 然后甚至有些人在里边交朋友 长时间都能存下来非常好 非常好 第六个问题 我听说这个私校有攀比的现象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我从没进私校之前 就听到人经常这么说起这件事情 但是对我们个人而言 我们觉得说你是否特别重视攀比 这个现象 就是你关注攀比这件事情本身 那你看到的世界都是攀比的现象和发生 但如果你让孩子们 而你还有你自己心态一转变 关注的是这个学业 这个学校带给你一些成长的快乐 还有你在这中间获得了一些成就感 那么你的世界观会不一样 另外的我想举个例子 就是说就好像高尔夫 在国内可能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奢侈品 不太容易去经常能做的一个运动 但在澳洲非常普遍 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只要你有时间 每天打都可以 私校也一样 私校在澳洲就只是一个教育载体之一 七 作为在中国读书工作过的人 您觉得中国教育和澳洲教育的差异 作为父母有什么感触 基本来讲 我是觉得在澳洲吧 整个教育会比较全面 孩子们不用只是为了分而去拼你一辈子 他反而还有很多出路可以走 他可以完善他自己的人格和他自己的技能 我举个例子说 我在国内孩子们上学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可以去打造一个戒指 可以去设计一张桌子 或设计一个这个特别好看的裙子 国内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设施给你 但在这边遍地都是 另外就是说私校培养出来孩子 他的基本素质都还很不错 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 只要你送进正常的轨道 正常的体系里面就不用太担心 嫂子我知道您来澳洲也就是快八年了吧 嗯 快八年了 那也其实也不算是新移民了 对呀 对呀 就是你觉得移民澳洲这几年的生活感受 是一个什么样的 简单跟不了一下 以前我们没来澳洲前 觉得澳洲的就是西方的人生活 他可能不要讲究 嗯 很休闲很舒适 他们连钢瓣都不会找钱 嗯 是吧 你一块钱给他算好 他才能找回给你 就感觉很傻 出去不好 嗯 然后还见闭忘义 但是来了以后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真的非常注重生活 没错 他们的家布置得很好看 很优渥 但是他们工作也很认真 对 好多身边碰触到的这个西方的精英 他们都很聪明 而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但是我接触过的西人心底都很善良 所以我觉得看问题就是不要看太片面 你要真实去感触整个社会 你才能说这个对吧 嗯 就国内一些观点 你可能要实地的去体验一下才能知道 嗯 好 那酒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公司做这个房地产租赁的比较多 我们所管的房子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全覆盖的 全新也全覆盖 好 那问一个关于房产的问题 好 就是租赁市场的现状如何 与几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其实是这三个月尤其是近三个月产生巨大的变化 大家应该都有感触到哈 就是这个租金的上涨幅度非常大 整个悉尼平均来讲上涨了9.1% 甚至有些地区有些房子上涨了20% 我还有感触到有一些房子还有加钱抢房源的现象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像Masco Masco 对像那个几个大学周边是加钱抢房源的现象 OK 总体来讲呢 整个控制率呢 已经下降到1.4% 总结来说呢 那第一个感触就是 第一就是这种房地产租金市场的下降的这种深蹲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就是甚至有些区域的租金回到了疫情开始前的水平 第三个我们认为就是这种控制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对于未来让孩子读私校的观众朋友的一点建议 我觉得哈就是要下手还是要趁早 因为我发现我姑娘趁早进去比我儿子早进去 她的这种融入这个环境以及受到的很多这个利好更多 然后第二个如果你不能趁早 那就是要多做准备啦 就是比如说你也私校也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所以你要让孩子觉得足够的这个条件说 让他们认为你这个孩子很优秀 他要选择你 所以这方面功课要多做一做 第二点就是说 要找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这点非常重要 第三点就是 打断一下怎么叫适合呢 怎么来判断适不适合呢 打个比方说有这种存男校的私校 还有一种叫存女校的私校 那有些人认为我孩子就不希望他在存这种男校或私校的学校里边去让他们觉得社会脱节 有这种男女混校的私校可以选择 那你就要跟他们选择这种混校 还有一种就比如说他适合小的私校 老师走路见面远远一看 我都能叫出你的名字孩子就特别有成就感 那他的自尽心就很足 那你就要给孩子挑这样的学校 OK 另外还有一些学校他有比如说像第二课堂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有些学校比如说有古增 那有些学校就没有 那你孩子喜欢那个古增这种课外活动 那你就选那种学校 比如说有些这个学校有那个 孩子喜欢就是有这个军人的那种 气魄那你就要这样有针对性的去 因实力的 对是的 可能今天的这些观念都是个人的 来自于我们个人的生活 有不到之处请大家见谅 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这个私校赞助的 通过今天的这个沟通 我觉得能感受到孩子们在私校读完书之后 嫂子所获得的那种成就感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非常油然而生的这种感触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的某一点有意义 我觉得这节目录的就很有意义 好吗 那本期节目大概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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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